所以说 虚惊一场还好 已经两人出局了 打击而轮到的是第四棒的巴黎罗斯 中华队在今天的守备方面啊 哇 先来看这球 这是一支安打了 现在右外一手直接往本磊传吗 来得及 好 翁在身虽然被撞倒 但是他的球稳稳的是 拿在了手套里面 洪在身第一时间是倒地 不过他的球应该是在手套里面吧 对对对没有错 这个在所谓的一个棒球的一个竞争当中啊 鼓手他要防守住这个本磊板 可是跑者他必须要攻占这个本磊板 所以说这种碰撞 这种的一个冲撞 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好 我们来看右外一手 张志尧先传给一类手林志胜做一个卡斗 然后球传回来 传高了 但是翁在身 好 那个白色的是翁在身的这个头套 并不是球 翁在身护得是非常的好 不过这是一个合法的冲撞 这是一个合法的冲撞 虽然对方的球已经是先到 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犯规的状况 对 因为鼓手他把整个本磊板都给挡住了 在一个跑者的一个立场当中 我要攻这个本磊得分 所以这种状况是一个 我是觉得一个很合法 很合法的一个冲撞 尤其是美洲的球员 就是如果就挡在前面 就看你够不够硬 不过翁在身是提琴比较瘦弱的球员 他只有170公分 所以说面对对方的这个强力的冲撞 一时间可能有点昏眩 这个有点感觉 truck去撞到轿车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翁在身第一时间有点昏眩 不过中华队呢 总共是有三名主战的捕手 包括是还有五招官 如果这个现在 刚才场上是五招官的话 应该是好一点 可能受伤 受伤害的一个状况 会比较轻微一点 好 不过现在呢 董在身还是倒在地上 中华队守住了一分 目前双方是